傻猪这带着饭菜回到了大院 一大爷二大爷都在 众人把酒言欢 庆祝二大娘出院 前面的三大爷听到动静 于是出门查看 看着众人吃的好菜 喝的好酒 很羡慕 吃这么好啊 那怎么着 好假 这得多少钱呢 贵了 大家见状便邀请他一块喝点 来一杯 哎呦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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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猪看着三大爷告诉他 您知这酒餐哪来呢 是且您儿媳妇那饭馆带回来 一天饭菜都是大儿子饭馆带回来的 三大爷很是郁闷 自己都没吃过呢 现在倒好 第一次吃居然是在别人桌上 而不是儿子孝敬自己的 桌上一边吃 傻猪一边说 饭馆开这么长时间了 您吃过一口没有 嘴对不起 自个弄 他在饭馆看到了三大娘 很是替老两口感到不值 倒垃圾 扫地 辛苦劳累 才换两个辛苦钱 傻猪认为 为人子 孝敬父母那是天经地义 就算三大娘不在饭馆帮忙 也得懂得实实看望父母 承担起 赡养二老的责任 他妈多的岁数了 六十多了 在他们家那饭馆 得拾到垃圾 什么呀 我点点工钱呀 可不吗 那是他妈 不干活 不能给俩工钱啊 三大爷知道 饭菜来自儿子的饭馆 再一听傻猪这么一说 便一赌气 回到了自己屋里 让老伴把儿子 儿媳叫过来 你爸叫你们俩过来一趟 他有话要说 你说现在一大爷二大爷啊 每天都能每位佳肴同桌共饮 那唯独我这个三大爷 吸了吸了鼻子 眨眨眨眼睛 叭嘴嘭嘴 天理何在 看眼前的三大爷 爷姐乘两口子不干 开始给三大爷算起了账 没结婚之前 我一个月是三十二块五 您只给我留五块五 对吧 就拿开这个店来说 当初我们缺钱 说让您投资入 您怕把钱打水漂了 说是借给我们钱 好家伙十分的利器 我跟余力两个人 咬着牙到处借钱 可算把您的钱还上了 一共两个月 我们还没看见钱呢 您拿走百分之二十的利 您早就汉老保收了 看一眼前的二人 三大爷明白了 这是自己亲手 交出来的徒弟啊 自己算计了一辈子 老了老了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自己的儿子 跟自己民算账 说到这儿儿媳妇余力表态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 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 跟爸算账 你能算得过爸 是 妈说的对 妈在咱那干不合适 妈 您明天就别去了 哎 三大娘也不用去了 他们小家小店的 养不起这么些人 说完便借口回自己屋了 三大爷三大娘傻眼了 清除于蓝 胜于蓝 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啊 隔天饭馆里 于蓝不是刘胖子和他聊了一会儿吗 二人达成了协议 给胖子一签 让他留下当大生 傻猪就让他该去哪儿 就去哪儿吧 我跟胖子打过招呼 他同意了 妈还等什么呀 让傻猪走不就完了 多一天多好几十块钱 他还带菜 从小一块长大的夜街车 很了解傻猪 他把傻猪犯魂 特意多拿了点钱给了傻猪 话还没说完 傻猪就明白了 他也没多说什么 拿了钱就走了 回家的路上傻猪买了包子 看着回来的傻猪 清淮如很是纳闷 今天怎么回的这么早 傻猪把事一说 大家明白了 不愧是三大爷家的人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傻猪笑话二人 鼠目寸光 看着吧 有他们着急的时候 到时候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清淮如很是不开心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说没就没了 这下又回到了解放前 第二天闯着食堂里 看着到岗的胖子 傻猪发话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虽说现在这个老理 不像以前讲究了 但也不能做 妻师灭祖的事 胖子不服气 一甩手 决定辞职不干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晚上解解城的饭店里 慕名而来的一桌客人 特意点了一些招牌菜 为的就是招待朋友 不想吃了端上来的菜之后 便把鱼粒叫了过来 听完这话 客人直接摔盘走人了 这段时间这事发生了好几起了 心里着急的鱼粒找到了胖子 经理 瞧你这话说的 不会做菜 还拿个厨子吗 不是有些菜我真不会 哎 您不想想 那傻猪能什么菜都交给我吗 小茬 过来 你说 一问才明白 傻猪早防着他俩呢 特意给自己留了一手 对一个厨师来说 会炒菜 只是刚入门 只有能做出自己独有的味道 那才是本事呢 在爷解城这儿的一段时间 炒菜需要的一些特殊配料 傻猪都是情理情为 不加他人之手 所以胖子只得其行 不明其精髓 眼看再这样下去 饭馆飞黄了不可 没办法 余力只得去求傻猪 任凭余力好话说尽 傻猪就是不为所动 不为别的 就为让你长长记忆 此时大院里 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士 带着一个小男孩 走进了大院 刚巧被三大爷看到 看着刚走过去的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边两人来到傻猪屋前 刚巧 棒梗出来了 看着眼前的人 棒梗不敢确定 棒梗 你是蝼蚁吧 你都长这么大了 棒梗 你傻叔呢 哦 罗姨 她现在是我爸 住在后院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娄小娥 时隔多年 她再一次回到了这里 秦外如听到动静 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人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娄小娥 你妈果真跟她结婚了 不过你妈老得也太快了 但是小孩 娄小娥来到了后院 刚巧 傻猪也出来 一抬头 傻猪愣住了 娄小娥 你怎么来了 我不该来吗 何小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给你爸爸跪下 你等会儿来 直到小男孩下跪 他才缓了过来 这是咱们的儿子呀 是啊 而站在一旁的秦怀如 听到这话 险心站不住 傻猪扶起孩子 看着眼前的人傻猪很高兴 这是自己的儿子 亲骨肉 他拉着孩子 来到了许大帽门口 看着眼前的傻猪 再看看娄小娥和孩子 许大帽呆住了 想当初他许大帽 就是嫌弃人家 娄小娥不能生育 于是便落井下石 告密 娄小娥全家 现在事实胜于雄辩 是他许大帽有毛病 是他 是他许大帽 来叔子 来来给爸跪下 叫我一声 爹地 什么爹地 爸爸 爸爸 哎 对了 对了 请了请了 当时许大帽的面 傻猪让儿子给自己跪下 叫了身爸爸 这一声爸爸 可把傻猪听得心都化了 即便二大爷听到动静也出来 一听娄小娥带着傻猪的儿子回来 他也很吃惊 不过看到孩子的模样后 他确定了 这就是傻猪的儿子 跟小臭的傻猪 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而孩子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何小何小 何语柱 娄小娥 这是属于他何语柱和娄小娥的孩子 我是小子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接下来这四个月里会发生什么 大家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